大家好,我是大伟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五十肩这个词 为什么前面要加个五十呢 因为有很多人到了五十岁前后左右的时候 就发现肩膀上面一抬起来 里面咯噔咯噔响 肩膀的活动范围大大的受限 同时天气突然的变化 刮风下雨天里面就开始酸溜溜的 那么今天我教你一个拿手的绝活 这个绝活叫做肩五点 准确来说是三点加两条大筋 你跟着我做完以后 你会发现你甭管肩膀里面是不是咯噔咯噔的 或者活动起来 这个活动受限 你跟着我做完一边 挑选你左边或者右边重的这一侧 跟着我做一下 做完以后咱们自己感受一下 感受完就有答案 好不好 这个我是带着大家一起去做 所以我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 收藏下来以后就能够反复的观看 里面的细节是很多的 一定要记住 同时你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 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两个字 这样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无形之中做了一件好事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讲动作 那么肩三点呢 其实非常好找也非常好记 我们只需要记住三个点 哪三个点啊 你看把我们的五指张开 然后往我们的肩膀上面一放 看到没有 放上去以后 首先我们记住第一个 就是我们小拇指的这个点 小拇指这里按你看画一条横线过来 这么一画一条横线 手这么一放 小拇指这里画一个横线 我们一般是取中间的一点 中间的一点我们前后动一动 拨一拨 那么在前后拨一拨的时候 你会发现底下跳出来一条大金 大家跟着我慢慢去做 找到这条大金以后 咱们怎么样 慢慢的把力量增加进去 先是轻轻的拨 找到这个大金呢 有些酸溜溜的 然后再把这个力量渗透下去 渗透下去以后 再慢慢的前后拨 自己感受一下 越来越重 越来越酸 就这种感觉 我们去坚持多少秒 15秒钟 自己数15秒钟 我带着大家一起去做 就这样前后拨一拨 感受一下 有了这种酸溜溜的感觉 坚持15秒钟以后 我们就把手怎么样 做完了 把手抬一抬感受一下 你会发现 手抬起来的时候变轻了 感觉这个大石头 一下子给卸掉了一半 但这个还没结束啊 你记住 肩膀上面三个点 是一个点管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找到一个点以后 我们再来找第二个点 第二个点在哪里呢 从侧面看 侧面看 手这么一放 记住我们食指的位置啊 因为我们每个人 他的手掌扎开 他都是等身寸的 所以都一样啊 记住食指的位置 你这么上下拨 食指上下拨 感受一下 你在看我衣服的褶皱 食指的位置 上面这个地方 你看 是没有这个硬的 没有小奥坑的 这个地方啊 食指的原来位置 再往下面一摸 你看到没有 衣服是陷进去的 它是有个小奥坑的 我们就把这个手 是抠着这个小奥坑的里面 这个地方食指的位置 它就像一个防凉一样 一个防棉 我们手这么一抠 抠进去啊 就这么样 一抠 抠进去 抠进去以后 手臂上下动一动 前后动一动 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手这样 抠住它 啊 这样把它抠住 前后动一动 左右动一动 随便怎么动 都可以啊 自由活动 15秒钟 手指要抠进去就行啊 抠进去 自由活动15秒钟 活动完了以后 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啊 我们把手再松开 再活动一下 又轻了 这个石头又给卸掉了一大半 是不是感觉这个肩膀便轻了 有的朋友一活动 哎 发现原来咯噔咯噔想了 他不想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两个点 你找对了 咱们说肩膀上面三个点 每个点都会给你一个答案 是不是拿到结果以后 自己就有信心 咱们再看第三个点 手这么一张 往我们的肩膀上面一放 大拇指点的这个位置 看好 大拇指点的这个位置 咱们绕圈 啊 这个地方是哪里 这个地方准确来讲的话 你点的位置是位于我们肩胛骨 哎 你没听错 肩胛骨是在后侧 对不对 怎么会在前侧呢 因为肩胛骨 它有个嘴巴 叫做会突 肩肩的一个小圆头 渗透出来 这个就是会突啊 你看手这么一放 大拇指绕一绕 慢慢的绕 啊 如果说你没摸到 也没有关系啊 因为有的人不太明显 他摸不到 摸不到你就这样画圈 就这样画圈 摸得到的 你就顺着这个会突啊 会是什么 鸟的嘴巴 拙啊 突 突起的嘴巴 就这样去摸 就这样感受 15秒钟啊 把这个点给它松开来 松开来以后 哎 你再活动活动 这个肩膀完全不一样了 在整个过程当中啊 咱们有很多人啊 会感觉在触及的地方 有一些大惊 像调索一样的硬邦邦的 为什么 你记住啊 通则怎么样 不通则怎么样 所以呢 我们这三个点 把它怎么样 打开了以后 还有两根筋 咱们一定要记住啊 尖三点 再看一下啊 你看 小拇指 食指 大拇指 就是这三个点 然后再看两条大筋 更简单的啊 手放在我们头后 这个时候 你这么一抓 这个地方 这是胸大鸡的筋 啊 胸大鸡的筋 拉着它 上下拨动啊 男女同志 都可以去做 啊 都可以去做 就这么上下去拉 拉多少下 就像拉这个小门铃一样 去拉 拉多少下呢 你去拉一个十下 二十下都行 捏住它 把它捏紧了 哎呀 一摸酸溜溜的 好 这个地方 我们不多说 还有一个点 是在哪里 这个点要重点讲一讲 是位于我们的后侧 你看 有的朋友 手这么一绕 绕过来 他能抓住 这里有根筋 自己去抓 这是哪里 这是位于我们的背阔肌 那么大拇指点的地方呢 它是我们的肩胛下肌 啊 为什么呢 你看啊 手这么一抬 肩胛骨展出来了 你们顺着腋下往里面去推 会推到一个硬硬的啊 手这么一放 它就滑过去了 就推不到了 手一展开 你就能推到一个硬硬的啊 就是这个硬硬的点 你如果说包不住这根筋 你就拿你的四个手指戳进去 这么转啊 转这个硬硬的点 你如果能包得到 你就把手这么包住啊 把这个大拇指往里面使劲的怼 怼进去转啊 这么一包 怼进去这么 你看大拇指在里面就这么转 转上多少秒 依然是二十秒钟 包不住的就四个手指这么转 一样的啊 一样的 把这两条大筋松开 三个点打开 你再活动一下 完全不一样啊 完全不一样 什么叫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能够从视频前做到现在 你是能体会到这种感觉的 好了 讲到这里啊 咱们话也不多说了 这个方法好不好 咱们心里面都有答案 有了这个答案以后怎么办呢 你帮我做一件事 把咱们这个视频收藏起来 同时有用的 打上有用两个字 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小小的赞 同时自己身边啊 如果有一些朋友 这个肩膀啊 不怎么好的 你把这个视频转发和分享给自己的朋友和家人 我是大伟 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 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微博 在其他人那里啊 可能是不传之秘 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 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大伟 腰不好的人 每天不要再扭了 你这样做啊 意义不大 你们一定要记住啊 腰部它的结构啊 是不支持这么过度的旋转的 如果每天就喜欢这么扭一扭啊 感觉好像舒服了一些 其实这样的话 反而会让你的腰越扭越松 哪里变松 它的整个结构上面变松 所以你的腰部 如果是久站或者久坐 都会感觉僵僵的啊 感觉硬硬的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它来源于道家 叫做金刚撑腰法 是什么意思 其实说白了 就是把你的腰部上面的曲度给它还原 那么它更像一个拔腰的一个方法 就是把你的上半身往上拔 下半身往下 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就会把你的腰慢慢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所以这个方法其实非常简单 你们其实跟着我做一做 用上一个十秒钟到二十秒钟的时间 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动作的神奇之处 好了 咱们话也不多说 你跟着我做完 感觉有用的 咱们评论区下方 打上有用两个字 帮助更多的人 话不多说 咱们直接来做动作 那么首先做动作之前呢 我们需要找到两个定点 这两个定点也是我们一会儿会用到的点 是哪里 你看用你的手掌这个位置 慢慢的顺着你的侧面往下去这么去滑 在滑上三到五下的时候 你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地方有一个棱 就在于我们的腰间 你去慢慢的缩小你滑动的范围 比如刚开始滑的很大 慢慢的去缩小 就逐渐的用你的手掌去感受它的存在 然后慢慢的把你的手掌怎么样 你感觉这个手掌能够潜入进去的 就像我一样 你看现在潜入进去的一按 能按进去 它是硬硬的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地基 把它按住 好 另外一遍也是的 你这么去滑 这么去找 慢慢的你能感觉到 找到很明显的一个棱 一个分界线 硬硬的 然后手能潜入进去的以后 形成这样的 你看这样的姿势 在这样的姿势状态之下 你看我的手向下发力 是摁不动的 往下发力是摁不动的 它不会这么一滑就滑下来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找的两个定点 找了两个定点以后 你记住 此时的我们的力是向下的 我们其实是摁在了骨盆的两侧 把这个力往下摁 然后我们要通过呼吸 去深呼吸一口气 注意看 往下摁的时候来深呼吸吸气 吸气的同时 然后我们手也要往下去发力 吸气 吐气 好 这是一个呼吸 好 然后再来从侧面看 手往下摁是不要松的 千万不要一吸气的时候 手就滑了 就松了 来 吸气 吐气 深呼吸 我们一般三到五个再来一次 来吸气 吐气 大家最好把手机暂停 跟着我们的这个视频一起去做 感受一下 那么做完这个呼吸以后 你再活动一下你的腰部 很简单 很轻松 就这么简单的活动一下 你就很能测试到这个动作的一个感觉了 这个动作能不能给你帮助 其实三到五个呼吸之间 你就能感受得到 自己能有答案 为什么 其实原理很简单 我们在吸气的时候是怎么样 胸是往上走的 你看我的肩膀在吸气 它是往上在抬的 整个胸阔是往上走的 那么这个时候 它给我们的一个腰部 是一个向上的一个力量 对不对 那手再往下摁 它是一个向下的力量 形成了一个什么 上下力量 集中在我们的腰部 形成了一个拔河的状态 那我们很多的朋友啊 没事就喜欢去怎么样 把自己啊 牵引牵引 把这个腰部牵引牵引 其实你用这个方法一样的 手按在两侧 然后慢慢的 你看 找到潜进去 定住了以后 好 来吸气 慢慢的 其实在这个时候 就已经往上了 它在揪着你 然后吐气 有的朋友这个腰部啊 比较紧 都紧着十年 二十年的 那可能要五个呼吸 到十个呼吸 有的朋友来个五年的 三年的啊 可能就三个呼吸 那这样自己做 吐气 但是大家别管是几年 你记住了 三个呼吸下来 然后活动一下自己的腰部 只要感觉松的 平顿区下方 打上有用两个字 这个动作坚持去做一做 坚持去做一做 你会发现腰平常 扭着喜欢扭的人 也没有那么香了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它恢复到 一个正常的 一个趋度状态 里面慢慢 僵的一些 紧的一些 或者堵着的地方 慢慢的 它就会自己通起来 所以这个动作非常好 分享给大家 每天没事的时候 五个呼吸到十个呼吸 简单啊 好的动作 大家一定要记住 是服务于我们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的 今天这个动作 就分享给大家 也感谢大家 对咱们视频的一个观看 和支持 对大伟的一个支持 好了 我是大伟 没有关注的 记得关注我微博 在别人那里 或许是不传之秘 在我这里都毫无保留的 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大伟 古人啊 都非常重视拉筋 咱们都听过一句话 叫做经常寿常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这句话反过来以后 又是另外一个意思 叫做人老经缩 经缩人弱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一个人老了以后 如果你没有注重拉筋 那么你的筋就会缩短 筋缩短了以后 他慢慢的整个人 就会怎么样 慢慢的蜷缩下来 就会变得很弱 所以呢 一个人 特别是中老年人 想要自己的身体啊 棒棒的 想要自己啊 变得很强壮 整个体态非常的好 包括你的整个运行的 一个状态 就要去拉筋 拉的不是筋 拉的是你的筋络 所以呢 今天我来分享一个 道家非常厉害的 拉筋方法 这个方法叫做拿手 可以说甩手十次 不如拿手这么一次 所以拉手这个动作 你跟着去念 跟着去做一遍 你就能掌握到其中的一个核心 就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开始练习拉手了 那咱们话也不多说 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 大家感觉好的 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两个字 我们一起来看动作内容 拉手这个动作呢 并不难 有一套口诀 大家一定要记住几点 首先第一个是五指张开 这个手掌啊 要打开来 然后呢 这个手掌要折起来 看到没有 无论朝哪个方向 这个手掌一定要把它折起来 最后一个就是你的这个手肘啊 要撑着直直的 你不能说做到某一个角度的 这个手肘就弯下来了 所以呢 我们综合来讲的话 是五指张开 手掌折 手肘直 把这几个讲好了以后 我们再听一个经常听到的词 叫做腕口 手腕的口称之为腕口 那么腕口一般朝哪个方向 我们的手就朝哪个方向去做 好 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动作啊 那么我们首先做起始姿势 你看腕口是朝后侧的 手折起来 好 然后我们慢慢的把手开始旋转 腕口朝向前侧 腹部收紧 整个胸口挺起来 然后你看腕口朝前 手就朝前 慢慢的往上举 举到和我们的肩膀平起了以后 腕口慢慢的转向外侧 你看转向外侧 转向外侧以后 再把它慢慢的向外侧打开 腕口朝外 手往外侧打开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叫开窗户 你看 手朝外侧打开 就像开窗户一样 很多朋友开到头了就发现了 有的人啊 是手开始怎么样 揪在一起的 有的朋友是手肘一下弯起来了 你记住 这叫做撑筋 我们尽量的保持什么 手肘伸直 手腕折起来 手指 手掌张开 然后保持一会儿 你即便很难忍 你稍微忍受一下 一到两秒钟以后转 腕口朝上 开始向上 并拢 并拢了以后 你看 并拢还没结束 手要往上撑一下 你看 撑上去 像顶着一个大石头 顶上一到两秒钟 腕口朝外 朝外了以后 你像拖着这个天药 天的感觉啊 你看天药塌下来了 你拖着它 往上去撑 啊 撑上一到两秒钟 慢慢的往下 这就散攻了 腕口朝下 腕口朝泪 腕口朝下 散攻 好 做完一遍以后 把你的手握握拳 稍微的活动一下 因为整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你的前胸 后背 手臂 都在怎么样 撑开来 你只要跟着做 你都会感觉 这些以往 你不怎么用到的一些筋 都不开始撑开来了 所以这个动作就很多人说啊 我坐上拿手一下 比我以前甩上 这个甩手啊 甩十几下 二十下 都要来的好得多 这就是拿手 那么拿手这个动作呢 现在所有的朋友啊 你掌握了以后 你就把手机放下来 我带着大家做一遍 做一个正常速度的 你们参考一下 先是起始姿势 好 来 腕口朝前 慢慢的保持住 往上举 一到两秒钟 腕口朝外 慢慢转开来 好 开窗户 慢慢的来 这开窗户不要着急 头往上看 头往上看 开开来 打开到底的极限 保持一到两秒钟 转 腕口朝上 向上合并 好 到了顶部以后 手往上推 像顶着一个大石头 拖着它 不让它砸下来 腕口转向外侧 转到你的极限 把你的胸背都挺起来 拖着这个天的感觉 往上撑 一到两秒钟 慢慢的放下来 好 腕口朝内 散攻 腕口朝下 散攻 好 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拿手 做完以后 自己活动一下手臂 活动一下你的后背 完全不一样 这个时候你想把背这么弯着 你都会发现不舒服 所以大家把这个动作学会以后 每天做上一个三遍到五遍就行 拿手三遍到五遍 每天坚持去做 你会发现 你的整个上半身的经络都打开了 整个筋撑开来了 好了 今天视频分享到这里 我是大伟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大家一定要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 因为里面的细节非常多 同时没有关注者 记得关注我一波 在别人那里 或许是不传之笔 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大伟 最近有个锻炼动作 可以说是风靡全球 很多的中老年人看了以后 都跟着去念 跟着去学 这个动作是什么呢 就是超慢跑 超慢跑这个动作 它不限场地 在家里面就能自己的念 而且你念完以后 会明显的感觉 自己的心肺功能得到了锻炼 咱们有很多朋友 自己感觉自己的心脏功能不够强大 自己平常肺的扩张程度也不够好 那么怎么办 每天在家里面 就可以跟着我一起练习 这个超慢跑的动作 这个动作的优势啊 就是简单 好学又好练 我们只要在家里面 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就可以把这个动作做起来 咱们话也不多说 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 大家看好了 跟着我一起来做 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 同时感觉有用的 评论区下方 打上有用两个字 帮助更多的人 咱们现在一起来看动作 超慢跑这个动作非常简单 给大家先演示一遍啊 我们做的时候 其实就是模仿一个 原地跑步的姿势 那做的时候呢 动作它一定要有定时啊 并不是说你身子瘫着啊 这么去跑 这样是不行的 我们在做的时候 记住两点 一个是把我们的腹部向内收啊 腹部向内收 这样的话呢 能把我们的整个核心固定住 二个是什么呢 把我们的头往上抬 做的时候啊 把我们的手臂前后打开 从侧面看一下 前后打开 然后慢慢的把我们的脚 配合着手动起来 就像在原地跑步一样 头往上看 好 当你保持这样的姿势以后 慢慢的我们把速度往上加 加到什么程度 就是你只要再快一些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心跳速度变快了 啊 我们加到的速度就是相当于你能正常的讲话 比如说旁边有个人跟你一起锻炼 你和他正常讲话 没有气喘 这个时候的你的心跳速率是非常适合锻炼的 大概在多少 在120左右 我们就在这个心跳速率啊 是最适合我们运动的一个心跳速度 啊 我们就在这样断念 那么在念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还有个细节 就是在我们的脚下 我们的脚尖 脚尖在做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啊 就是说脚尖要点地 你看 比如说这个时候 就是我脚尖点地的状态 你有着一种五指在地上抠着的感觉 所以咱们做完以后 你看 在地上抠着这样的感觉啊 脚尖点地 每一下做的时候都把脚尖点地 这样的话 你做完以后 你会发现小腿上面胀胀的 这个时候就把我们的小腿也锻炼到了 不要小看这个动作 你去坚持做上一个三分钟五分钟 每天坚持这样跑一跑 你会发现慢慢的身上开始热起来了 然后出汗 整个人做完运动以后 会感觉到酣畅淋漓 这个动作呢 我建议大家 咱们早上的时候 你看可以背对的太阳 这么跑一会儿 然后日常当中呢 咱们也可以吃完晚饭以后 过个30分钟 然后我们就这么捏一会儿 非常棒的一个动作啊 分享给大家 大家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把我们的腹部收紧 头往上抬 千万别低着一个头 这么去跑 这样去跑的话 时间长了以后 你的整个脖子也受不了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啊 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大伟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如果感觉动作好 可以把它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 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 谢谢大家